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 习近平他最可敬可怕的对手 居然不是川普 那会是谁呢 我们就看到 当美国从贸易科技外交军事到间谍 这五大领域步步进逼 这背后居然看到了一支队伍 一切都是由于川普身旁最大的势力 我们姑且称他们是西点邦 西点军校为骨干的核心幕僚 这一步一步设下 这个所谓的冷战的险棋 然后对于习近平对中南海 要引蛇出动请军入 马老师好好带我们来解明 这一支神秘的西点邦 大家都很害怕 马老师 十月要大惊奇了 什么大惊奇 我说你放心 这不是川普的风格 是 川普他是什么 精英商人 第一个 他为了救选情 这励志所在 他当然会去拿中共当棋子在那边逼他 但是真正的伤人不会走绝路的 他会留后路 那马老师不安了吗 绝对不安 为什么 川普现在不要把这路走绝 但他背后 有一堆银武者 拿了刀拿了枪在那边逼着他 去打去干去杀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习近平眼前的敌人 不是川普 我负责任讲他现在最大敌人 是川普背后那一群战国主义的淫污者 好 习近平在9月3号 罕见的在北京人民大法堂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 任何人 任何势力 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这话说得很直白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是谁 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 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这个人 叫做蓬佩奥 所以当他讲出这个 我把它翻译一下 讲个大白话 中共就等于中国人民密不可分 谁想把它拆开 就蓬佩奥 蓬佩奥说 我们对付的是中共 我们对付的不是中国人民 对 好 蓬佩奥是超级大鹰派 他就是要杀杀杀杀杀到底 好 他最近又搞了一个四杀令 这四杀令 中共绝对不能忍受的 来我练给大家听 第一个 中共的大使馆 就外交人员 访问校园 或接近当地政府官员 要国务院批准 你的外交人员 外交人员你非但领域他 没有领域他也就算了 你要把他防他跟防贼一样 外交官光那个牌照 汽车牌照都不一样 有个死字的 我们都很尊重 你知道吗 对不起 你居然去访问校园 或是跟当地政府官员官面 都要我蓬佩奥批准 这么小的事情 还没完 你举办超过50人的文化 不是军事 文化活动 需要国务院批准 你正在防贼了 文化活动 50人都要批准 还没完 他说 使馆社交媒体账号 要标记为政府账号 就你不能使馆 就弄个账号去 你一定要说 这是许静向的账号 这是马西平的账号 让人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好 限制美大学基金 投资入汽和股票 美国大学 他们是靠自己赚钱的 每个美国大学都有基金的 他们基金要投资企业跟股票 对不起 老共的 你投资票给我碰 杀杀杀杀 今天不只有外交上 在那边互相的架拐子 我们真正要看到 惊心动魄 水更深的是 军事机密的无间道 正在上演 好 美国最近说 我为什么对外交官这么凶呢 就啪 放了一个故事出来 这是2019年9月的时候 2019年9月的时候 美国秘密驱除了 大陆两名外交官 没人知道这件事情 是秘密驱除 但最近放出来 放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有两个大陆外交官 带着太太 去全球最大的海洋机里 洛福克 到洛福克去拜访 结果先民就说 通行证 没有通行证 你到我们海洋机没通行证 军事基地当然要通行证 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对 好 不能进去怎么办 他在大门口 那中间是个圆环 就是说你开进来 绕圆环一圈 请回家 这没有什么不对 没有什么不对 他开进来 绕圆环没有一圈回家 绕圆环就往里面 长驱直入去 那就不对了 不是叫你U10 你就离开了吗 对 长驱直入 长驱直入以后 啪一下 就若福克基地 消防车都出动了 去拦截他 对 终于拦截到 拦截到以后 马上说 你为什么要闯 请自重 请自重 他说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听不懂英文吗 外交官 你看你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注意哦 是两个外交官 说我不晓得你叫我U10 我觉得你居心叵撞 你很故意 你就是要闯嘛 两个外交官 他秘密遣还之后我们调查 其中有一个人 具有情报员身份 那不就成了吗 外交已经够敏感了 里面还有一个情报员 但我要好奇的是 美国地大天大 哪里不去 你怎么闯到这个军事基地来 开玩笑 这个洛福克海军基地在维吉尼亚州 距华盛顿230公里 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 在这里 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 来大家看这张照片多可怕 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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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可以放四艘 四艘 它是四艘航空母舰的母港 是 整个大西洋 印度洋 都在它的掌控之下 四艘 它这个码头 11公里长 它可以摆76艘军舰在这里 是 那你说 马老师这海军基地 错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东西 这里是什么东西 机场 你有航母就有舰载机 对 航母的舰载机 这边摆了134架飞机 太大了 我告诉你 它一年起飞65万次 至少每六分钟 都有一架起飞 马老师 你这样的一个 诺福克的基地的武力 根本是敌过 多少国家的武力了 我告诉你 全世界 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 是 根本就敌不住一个港口 还没完 我刚刚讲是海军跟空军 对不对 对 马老师 最厉害陆战队有没有 有 海豹六驻在这边 海豹也在这里 海豹六驻扎在这边 是 还没完 它只要一发 美国一研发出 新式的武器 它可能要放在 F-18上面 对 也有可能放在 航空母舰或 护卫舰上面 是 它就在这地方测试 最先进的武器测试场 它这边也有 你说它够不够机密 够机密 够机密 习近平 习近平说五个 绝不答应 直接就是对上了 蓬佩奥 但今天要看到 蓬佩奥出大决 什么大决呢 他居然就定义了中美关系 冷战从他的嘴巴脱口而出 这件事很不一般 冷战 我们这种年龄 天都发抖 你知道吗 后来因为 蓬佩奥倒了 是 苏联解体了 冷战这两个字 成为历史名字了 没想到 我从来没想到 我会在美国国务卿的嘴中 又重新听到 冷战两个字 他居然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 是属于冷战关系 哇 这不得了 这个不是媒体下标题去形容 去故意签到冷战去 不是标签 是从他的嘴巴去定调了 好 冷战总是要打 他说好 我们是冷战 他居然出第一拳了 我要在今年年底 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有什么害处呢 教汉语的 教中华文化 教孔子思想 生活与伦理 人家思想的 我告诉你 全世界有511家孔子学院 美国有81家 而且这81家里面 超过一半 在大学跟高中里面 在大学高中里面 教中华文化 无害吧 对 他说对不起 居然要全部要关掉 关掉 因为他认为 孔子学院负责大外宣 我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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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